IPM小學堂瓜類蔬菜篇 Part 2 上課囉 村長好 各位村民大家好 這一堂要跟大家介紹IPM三部曲中的治療 那這個治療呢 必須要結合預防的這個步驟來執行 那再配合我們監測得到的資料來掌握病床害的狀況 最後來評估要怎麼樣來對付他們 嘿嘿嘿 最想學的就是這個啦 把那些臭蟲全部都消滅 不過還是預防剩餘治療啦 就像我們平常就需要認真保養保有健康的身體 而不是說常常生病然後才一直來治療治療 說的也是耶 預防剩餘治療是IPM很重要的觀念喔 我現在就來帶大家認識一下幾種重要的瓜類病床害 好好的認識他們你才可以來精準的對付他們 我們的瓜類床物在罹患黑點根腐病之後呢 在初期其實並不會表現明顯的病徵 那大約要到採收前的兩週 我們就會看到蜘蛛它有發生極速尾掉的狀況 那這個時候我們再把根部拉起來看 就會看到它的根部都是已經腐敗掉了 那在死亡的根系上面 就會看到閃生的這些就是黑色的指南殼 那這樣採收期的果實就會受影響了 可以怎麼防治呢 這個黑點根腐病呢非常的不好防治 那我們在預防的時候呢 可以用這個土壤蒸氣消毒的方式 那或是在值錢的時候來使用這個核准藥劑脫克松 以及就是一些益生菌的方式來保護這個根系 避免它受到黑點根腐病的感染 根猶腱蟲是掛裂這物上面很重要的一種有害生物 會在根部上面造成腫狀不規則的根猶病徵 同時呢地上部它也會出現一些生長不良 葉片變小 畸形果以及一些類似缺肥的症狀 那不就果實沒辦法採收了 該怎麼處理這隻蟹蟲呢 過去呢是可以推薦用水漢輪座的做法 那因為考量到執行的難易度呢 那所以近年來具有成效的一些策略 值錢我們可以來種植結抗植物 像是孔雀草和萬獸菊 或是鋪設太陽能消毒的方式呢 來進行這個根流線蟲的防治 那這些方式都是非常安全的 不會有農藥殘留的問題 白粉病主要是在 主要會發生在葉片或是小果花或嫩蔓上面 它的病針就是會布滿整個麵粉狀的一個粉狀物 那擴大之後呢它的葉片會變黃 那嚴重的時候會導致整個植物會枯死 那我可以怎麼防治白粉病呢 那要防治白粉病的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要注意田間衛生管理 適當去修剪這個滋蔓 讓整個氣流是處於一個通風的狀態 才不會導致栽種太密 而讓這個白粉病的發生更加嚴重 如果是在採收期呢 我們也可以用這個碳酸金甲 安全之材來做防治 這些安全之材也是沒有農藥殘留的疑慮 那這個陸菌病的病針呢 主要它會被這個葉片的葉脈限制住 形成一個黃色攪拌的一個病針 它是會擴大的 擴大之後整片葉子是會枯死 那麼嚴重 那我可以怎麼預防呢 那陸菌病的部分呢 我們要特別注意這個通風以及濕度管理 雨季來臨前呢 我們可以來試用這個中性亞磷酸 來做病害的預防 那請問在瓜類蔬菜部分 還有其他病蟲害嗎 要種好瓜類真的很不容易耶 有好多病害會讓瓜類死翹翹 接下來呢我就跟大家介紹幾種呢 瓜類作物呢重要的蟲害 那營業粉絲呢 是一種在農業上面非常重要的超級害蟲 那尤其在瓜類上面呢 它危害是非常嚴重 那營業粉絲一般會停在葉片的背面 所以我們在尋田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到葉片的背面 農民俗稱白蟲仔 就是白色的蟲子 它除了會積食植物之翼 那造成植物生長不良之外呢 它還會傳播這個病毒病害 對這個整個瓜類作物生長上是 影響是非常巨大的 那我們要怎麼防治呢 平常可以透過黃色的黏板 來誘殺它 順便來觀察它的一個蟲害密度 也可以透過釋放天敵 像是草菱之類的來防治 必要的話 我們也可以使用少量的化學藥劑 那斑茜蠅呢 農民俗稱韋斗糖 就是化圖蟲 斑茜蠅它的成蟲 會把卵產在葉肉裡面 那孵化出來的幼蟲呢 它會取食葉肉的組織 造成在葉片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白色的那些石痕 就是一個畫圖的概念 那斑茜蠅的防治呢 我們平常就可以用 黃色黏板的方式來誘殺 那必要的時候 也可以輪替化學藥劑 來做防治 這些蟲蟲如果不好好防治 真的會大大的影響收成呢 沒錯 所以透過黏板來監測 以及紀錄蟲害的發生傾庭 是很重要的 那一旦蟲害發生時呢 我們就可以預先使用 一些安全之材 或甚至輪替一些安全的化學藥劑 來做蟲害的防治 那在瓜類作物上 還有其他蟲害嗎 那在其他的渡天栽培區呢 我們還可以看到像牙蟲 瓜石銀 以及葉兒類這些害蟲 那這些害蟲呢 可以透過我們 剛剛前面所介紹到的 一些監測的方式 來做蟲害密度的監測 那並視這個密度的狀況呢 我們來採取最適當的防治方式 現在我們用一張病蟲害發生例呢 來回顧一下 IPM操作三部曲 包括預防、監測與評估以及治療 預防就是為了改善環境 避免有害生物的入侵 我們可以透過健康種苗 加強田間衛生管理 並且透過資材的導入 來建立健康生長的環境 那監測及評估 則是透過持續性的調查田間狀況 那除了肉眼之外呢 也可以應用誘引器等資材 來判斷以及評估 是否已經造成經濟損失 那來衡量最後去防治的策略 治療呢 則是IPM中的最終手段 那近年來呢 為了降低化學農藥使用的頻率呢 那市面上目前也有很多 被化學農藥資材 供農友來選擇使用 那像是碳酸清甲 它可以用來防治白粉病 那啞鈴酸呢 則是可以防治這個異病 以及入菌病 那還有就是 像液化澱粉咬包桿菌 之類的益生菌呢 它就可以防治一些 土壤傳播病害 像是毀掉病 以及黑點根腐病 啊是什麼時機要使用啊 這些資材通常都要在病害發生前 或是說病害發生初期來使用 那在使用的時候 一定要特別注意 這些資材能不能和化學農藥 一起配合來應用哦 如果遇到不認識的病蟲害時 聽說可以直接拍照上網詢問耶 這部分我們也請周研究員幫我們介紹 那在病蟲害診斷的部分呢 這個是農友一般遇到最困難的問題 那這個部分我們就可以參考來使用 就是農業試驗所它的一個 農業害蟲智能管理決策系統 可以選擇它的這個影像諮詢服務點進來 那在這個影像諮詢服務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就會有很多前人他所諮詢的一些案件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 是我們自己有病床案的問題 先把這個照片 或是把這個問題記錄下來 那再點我要諮詢這邊 那這邊會有一些操作 你要同意這些條款 那同意之後呢 這邊就會讓你輸入這個姓名電話 E-mail 以及你發現這個病蟲害的位置 還有危害作物 以及你這個作物上面的問題描述 那你這個填寫之後 你可以點這個送出 那在農藥使用的一個部分呢 我們可以參考植物保護資訊系統 我們在這邊 就是在這邊就搜尋我們的一個病蟲害 像比如說我們輸入瓜類 那這邊我們就會有瓜類的 瓜類的病害跑出來 那我們今天好 我們今天選擇了瓜類白粉病 這邊就會有白粉病 所可以核准使用的一些藥劑 這邊我們可以得到的資訊就是 我們會知道什麼藥劑可以使用 那作用機制代碼 還有稀釋倍數 那最重要的就是注意事項 它這邊會有住民安全採收器 所以我們在使用藥劑的時候 都一定要注意這些資訊 要來正確的來使用藥劑 才不會發生農藥殘留的狀況 今天真的收穫很多耶 對於IPM的操作管理 還可以找哪些專業夥伴求助呢 在台灣地區呢 總共有七個區域改良廠 其他像是台灣大學 中興大學 嘉義大學 以及屏東科技大學 也都設有這個植物教學醫院 那裡面的實習植物醫師呢 也都有提供 並從來診斷服務 以及安全用藥輔導的這些相關的措施 政府對IPM會使用到的友善資材 有資材補助金的申請耶 也建議大家呢 就是要多參加經驗分享的觀摩會 我們活到老學到老 那讓大家我們都可以懂得更多 那在IPM的道路上 我們會一直陪伴大家喔 今天真的很謝謝你 我要先回去做功課了 周研究員 掰掰 村長及各位村民 掰掰 各位村民辛苦了 筆記重點回去要複習喔 各種輔導資訊 也不要客氣的給它用下去 今天的IPM小學堂 瓜類蔬菜篇 放學啦 alpha 2 3 2 3 4 6 6 7 6 7 7 7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